偶然在朋友圈中看到这样一句话 觉得颇有道理 世人慌慌张张 不过涂碎银几两 可偏偏这碎银几两 能解世间万种慌张 是啊 正如有人说的那样 钱不是万能的 但没钱是万万不能的 话虽如此 从前的我却是从来不敢坦然谈钱的 和对象谈钱吧 生怕他觉得自己肤浅白金 和老板谈钱吧 唯恐对方认为自己功利现实 和熟人谈钱吧 又担心伤了彼此多年的交情 那时的我觉得 谈钱太永俗 觉得穷一点没事 只要活得开心就够了 可是当我刚刚步入社会 就被现实狠狠地扇了一个响亮的耳光 直到那个时候 我才恍然大悟 钱真的很重要 我们都是凡夫俗子 过不了没钱的生活 电影《寄生虫》里有句话说得好 钱就是运斗 能把一切都运平了 人到中年最大的安全感 不是连绵石里的人脉 也不是百依百顺的儿女 而是银行账户里有一个 能够让你饿了有饭吃 倦了有房住 并了有药医的数字 毕竟成年人的崩溃 往往都是从缺钱开始的 成年人的世界 真的很难 没有童话 也没有容易 有的只是一个 一场重病就能够打破的 看起来安稳无余的生活 前段时间 朋友吴越突然发了一条朋友圈 在疾病面前 情比细短 在贫穷面前 命比纸薄 我急忙问他怎么了 他告诉我 他老公被确诊为主动卖夹层 质量费用高达三十万 亲戚朋友 亲戚的亲戚 朋友的朋友 能借的都借了 这钱还是不够 他说着说着 声音渐渐哽咽了起来 我们结婚三年 平日里省吃俭用 就想着存点钱 以后把乡下的父母 借到城里来 结果 他却得了这个病 平日里交好的人 现在看到我就躲 有的连电话都不接 生怕我开口找他借钱 我也明白 大家都不容易 各有各的难 但我这次 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说完之后 朋友早已气不成声 而我也心痛不已 二十九岁 一个年轻的生命 两个孩子的父亲 三十未满的美好年纪 却因为缺钱 躺在ICU里静静等待 也许钱凑齐之后的生 也许是钱凑齐之前的死 你看 生活就是这么残忍 不留一丝情面 直呼上有一个热门问题 中产家庭与贫困家庭的差距 有多大 一个高赞的回答是 不大 就隔一场重病 诚然如此 正所谓一人重病 全家沦陷 无论童话里多么美好 成人世界的真相就是 在某些时候 钱的多少决定了 生命的长度 工作的累 日子的苦 算什么 缺钱 才是人生中最大的难 有人说 缺一次钱 你才会真正地见识到 所谓人生 有多无奈 是啊 缺一次钱 你才会知道 什么叫 穷在闹市 无人问 有些有益的小船 真的会说翻就翻 缺一次钱 你才会明白 什么叫 贫贱夫妻百事哀 友情 并不能够赢水宝 缺一次钱 你才会知晓 什么叫做 事情看冷暖 人面逐高低 贪贵输贫 是悲哀 却是世间常态 真的 很多事情 缺一次钱 你就懂了 前段时间 秋叶老师 发了一条微博 说 今天老婆打低 低市司机 主动给他说 刚刚上车的一男的 在车上就哭起来了 这个人呢 年前还是武汉 一个企业高管 年薪三十多万 买了一套房 月供五千 刚刚买了一部 三十多万的车 月供七千 本来想着 今年大概一场 还清房带车带 以后啊 也是有房 有车的中产阶级 没想到疫情过去 公司宣布倒闭 现在在武汉 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去外地也出不去 没有想到啊 才几个月 人生沦落如此 只能够在出租车上 痛哭一场 这 就是成人世界的缩影 人钱体面无比 你有车 我有房 你是公司高管 我是国家栋梁 你有你的高棚满座 我有我的一技之长 人后却各有各的不得已 车带沉 房带众 高管做了咸鱿鱼 栋梁成了边角木 你有你的自顾不暇 我有我的盲目叠的 所谓体面 不过是金钱之旧的遮羞布 遮住了你的抱头痛哭 遮住了我的空无一物 一旦这块遮羞布被掀开 你 我 我们 或许也都只能像 这位企业高管一样 挑个时间和地点 在无人时得的地方 大哭一场 这 或许就是一个成年人 最后的体面 而在大哭一场的背后 藏着的 是一地鸡毛的生活 和早已千疮百孔的人生 张爱玲曾说过 生命是一席华美的长袍 里面爬满了狮子 这话听起来啊 有点惊悚 但是倘若你缺过钱 你就知道 这话一点也不夸张 欢乐送中 樊瘦美父亲因病住院 急需十万块钱手术费 她拿不出 只能够蹲在楼道里痛哭 缺钱 击碎的不仅是她的自尊 还有她苦苦维持的体面 面对类似的金钱问题 都挺好里的苏明玉 却可以一口气 拿出四十万 解决母亲去世时 家里的一地鸡毛 钱 也许无法帮助你 摆脱黑暗 但至少 它让你保住了 自尊和体面 瓦尔德曾说过 在我年轻的时候 曾以为金钱 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 现在我老了 才知道 的确如此 成年人的体面 说白了 都是钱给的 钱 才是你对抗 未知风险时 最大的底气 网上有个问题 人 为什么一定要 努力赚钱 有个高赞的回答 戳中了很多人的泪点 我辛苦赚钱 不是因为多爱钱 而是这辈子 不想因为钱 和谁第三相似 也不想因为钱 而为难谁 我努力赚钱 只是希望 在父母年老的时候 我有能力分担 在孩子需要的时候 我不会囊中羞涩 诚然如此 赚钱或许很辛苦 但是相信我 没钱赚更苦 一场疫情 数月断功 无数人兵荒马乱 缺钱成了常态 这时我们终于明白过来 而努力赚钱 是每个成年人 应有的自觉 张爱玲说 我喜欢钱 因为我没吃过钱的苦 不知道钱的坏处 只知道钱的好处 诚然如此 缺钱 就只能够在 逼色的生活里 局促地过 努力赚钱 才能够在 多彩的世界里 绚烂的活 要知道 努力赚钱 给你带来的 是当你想吃 日本赐身时 就不必为了省钱 去街角买一份 凉皮 来代替的底气 是当你 到了所谓的 适婚年龄时 无人能够让你 将就 凑合 勉强的能力 是当父母年老 生病时 让他们住 最好的医院 接受最好的治疗 得到最好的照顾的经济后盾 最重要的是 选择的权利 选择做什么 而不是只能做什么 所以从今天起 别陷入于小确信 也别流连于舒适区 好好吃饭 好好睡觉 好好生活 也好好赚钱 知乎上有个问题 这世上缺什么东西 最可怕 有个高赞的回答是 这世上最可怕的 不是缺爱 也不是缺心眼 而是缺钱 诚然如此 不要觉得谈钱很庸俗 缺钱带来的无力 无奈 无措 没有谁能够抵挡得了 钱 才是一个人最大的底气 也是我们人生路上的 最强靠山 所以趁着岁月上早 趁着时光未老 趁着时间和精力还在 努力赚钱 认真生活吧 往后余生 愿你我都能不为钱所困 在幸福的生活里 开心地过 愿你我都能够努力赚钱 在多彩的世界里 绚烂地活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 时间着急的 冲刷着 剩下了什么 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 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 纵然似梦啊 半醒着 笑着哭着都快活 谁让 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 情是有风影有水雨 争不过朝夕 又念着往昔 偷走了青丝 却留住一个你 岁月是一场有趣无悔的旅行 好的坏的都是风景 别怪我贪心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